站在路邊查看施工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蔡世英 十二號一早來到邁進路三項 視察道路鋪設 指著還沒填平的路段 跟施工人員了解狀況 投票日倒數蔡世英走接地氣路線 施地勘察 關心跟民眾生活相關問題 日前也都有最強扶選員林偶昌相陪 親自監督政見議題掃街等 蔡世英同時打出延續林偶昌亮眼政績 爭取選票 而對手謝國良 大家好 謝國良 來問候大家 背著一大袋面紙 一包一包發給民眾 謝國良來到市場問候攤商 自拍來者不拒 跟民眾不感情累積好感 就是因為基隆選戰膠著 根據了解蔡世英 謝國良 民調五五波 主因就是不表態的選民 大約有三到三成五 爭取他們支持非常關鍵 過去沒有表態的三成多的選民 最期待看到的東西 那這個也是我跟我其他對手都不一樣的 我其他的對手 除了能夠罵別人之外 或者提出不切實際的政策之外 事實上對於整個城市的發展 提不出真正落實性的一個政策 那只有蔡世英有辦法提出可以真正落實性的政策 在最後的兩週呢 我們會透過臉書與媒體來進行一個政見的回顧 來加深民眾的印象 還有好感 那在將來呢 也會落實與北北基桃的共同聯防 相互拉抬造勢的策略 選戰尾聲從此階段 基隆市長之爭白熱化 目前雙方走上法律途徑 蔡世英對謝國良提告會選 不過勝負關鍵 恐怕是誰能吸引到這批沉默的選民 三立新聞林俊華 蔡詠恩 基隆採訪報導